針對十二年國教臺能市議員 曾秀娟在臺能市議會 要求中央教育局 原民會與地方教育局重視 由於十二年國教才免試入學 以及特赦招生 但擁有的原住民及學生 通過足以認證加分 百分之三十五的升學 優待辦法為納入超額比訓的評比當中 不僅影響原住民及學生 學習足以的意願 臺能市政府教育局局長政幫政 表示足以教學市政府 還是會繼續推動 但是中央未來是否會採納 他不敢肯定 除此之外 曾秀娟還指出 除了修訂原住民族學生生學 優待辦法之外 應該設置臺南市原住民族教育 審議委員會與制定臺南市原住民族 教育自治條例 也強調會繼續推動自己的版本 同時鄭俊堅還提出要在永康社教館成立原住民族圖書資料中心 以及在永康設立原住民族文化會館的可信性 然後也讓我們覺得自己有一個很好的點 讓我們的心有一個聚集的地方 然後我們的心就會比較有聚集在 任何一個團體要去在那裡有個不固定的空間 大概地方的人大概都會滿足 所以我大概是想要維持他們的空間可以去使用 不是去反對原住民族圖書 臺南市長賴清德則表示設立原住民族文化會館 會在澤城市府文化局在進行研究 記者謀定臺南市採訪報導